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等于这边比这边1比2 所以只要找出任何两边就可以做 所以这张立体图形很多人对立体 就是立体感 美术不好的同学都画不出那个三角形出来 你画不出这个直角三角形 你就找不到它的夹角 就很辛苦 所以我在一屏在里面放了一些视频 大概有五个还是六个视频 关于各种立体的图形 你转可以用弦转的方法 看它转出来的角度 你一定有办法找出这个直角三角形 找不出的话就很难做了 给我们看哪一些立体图形这一张 所以这一种我们这一张一定会计算 这种也是会 这种可能会计率不高 这个也可能会算 这个应该也有 这个也有 五零柱也有 这个机率也不太高 通常最高的就是这一种 四零柱 六零柱正的如果是正的 所以你这些立体图形 你一定要很清楚它的结构 它的底面是 多边形是全等的还是不规则的 不规则的就很难找 规则有规则的就是说 三个边相等 那就很容易找 四个边相等 那就很方便找 好像这些 这些就很方便找 正四面体 三个三角形都是相等的 正六面体就全部一样的 正八面体 这个比较少叫你找 这两个是最多的 这个也是比较少 比较少 所以你现在学的角度 就是SPM 或者同考的题目 都是这一种的 比较多的 这个图 类似上面的 这一种图形比较多的 这个比较少考 不要少考 这个有这个 三角形等边的 或者是四边形都可以 锥体 这种就叫锥体 尖的嘛 它头 柱体就是 柱的话就是 上底下底都一样的 上底下底 形状 平行的 四边的 或者三边都一样的 这叫柱体 柱子嘛 柱子 OK 我们看 第一个例子 直线以平面 所构成的角度 直线 OK 它讲这个图 这个边长 8CM的正方体 全部都是8CM 8CM 每一边都一样 它讲K是AB的终点 所以它终点 这边就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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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直角来的 对呀 直角 所以你要画这个三角形状 在这里找什么 KC的长度 KC是这一段 这一段的长度 所以你要画出这个直角三角形状 你要画出来 来 直角 求KC的长度 KC的长度是 KC的长度画这个 不是画这个 KC是上面的 所以你看得出 你不要画 各位啊 你不要画 你要写对哦 看英文字 这个是4 这个是8CM 要写出来 所以KC 不要写单位在里面 KC平方 B是定理 没有 为了KB平方 加BC平方 14 16 88 64 所以我 KC就等于 开根号 7正 开根号 80 4 更号 5CM 4416 6 所以这个长度 有了 KC这个长度 有 4 更号 5 线 这一段是4 更号 5 然后比他叫你KG 这条线哦 跟平面 ABCD 跟他底面 形成的角度 就是我们要找的角度 你画出这个直角三角形出来 然后把英文字标出来 画直角啊 一定要画直角 很多人懒惰 画这个直角 OK 这个是KGC的 K G C 你从这个侧面这样看过去 你就画出这个直角 立体图你要敏感的 KC我们上面找了 4 更号 5CM 这个是8CM 因为他给我们的 正 正立方体 8CM 所以 TG 就等于 对比 对比 0 8 比3 4 5 就是2 5 按计算计哦 按计算计找 会按哦 先找这个 算这个小数点 然后找这个 TANGENT 的INVERSE 所以算出来是 按出来是 41.81度 用小数点 也可以 假如你不要准处乘60哦 0.81度等于60分嘛 乘60 666 48 近尾 48点 41度 49分 也是可以 用这个就 比较干脆利落 好吗 这个答案也是可以的 这立体图形 你一定要 懂 怎么看它的 结构 怎么画出这个 直角三角形 很重要 给我们看第二点啊 你回去慢慢研究啊 我们前面几个图都很简单的 限于平面的构成 OK 图中所 表示的是一个 零 零锥 零锥是尖的吗 锥看到吗 它的形状一定上面有尖的 有尖的部分 这样子的 可能是有四个面 五个面 或者多少个面 这个三个面 其底面是一个 G型 Rectangle 长方形 其中 EH 这边是12 GH 是10 然后它可以讲 EF的 M 这个是重点 所以这两段是一样 所以10 一边不是5 每一边都有5 然后V在M的上面 所以是90度 分一半 90度 这边有三个直角 OK VM是6 这个高度是6 求VG VG在里 这个VG 是这个边长 这个边长 平面EFG 是这个青色这一块 所形成的角度 所以我是不是要找 找这个边 找这边 找这个边 然后找这个 不是找这边 找这边 跟这个 形成的角度 它讲 VG 这一段 跟这个底面 形成的角度 所以我要找这个 找这个 找这个角度 所以这个90度 过来这边也是90度 所以画这个图出来 画这个图出来 我们要找的角度是这个 M V G 从这边这样斜斜看过去 有没有 这样斜斜看过去 画这个 M字这个 MVG OK这个是6 所以这个我不懂要找 VG不懂 要找这个角度 所以三个边要找出其中两个 这个已经知道 所以我找MG出来 MG怎么找 MG是这个 这个可以找 可以找 因为你画这个出来 FM 然后FG 这个一半吗 刚好 这个90度来 底面的差 就是这个底面 青色的底面 F在这边 这个重点是M G这个是长度 这个长度 OK 所以我这个可以找 这个FG是多少 FG是12吗 长方形 FM是5吗 所以GM多少 MG多少 B是定的 MG平方会等于5平方加12平方 169 所以MG的呢 13开根号刚好 所以 这些特殊的 直角三角形 一定要熟练 所以这个是13 所以这个角度可以找 所以我找这个Tangent 这个Zeta Tangent Zeta 会等于VM 除以MG 6除以13 按计算计 Zeta会等于Inverse Tangent 6 13 这个按据多少 24度 点 7 8 分 结束 所以你发现到 这种题目 这种立体 几何图形的题目 答案都是短短的 你要找对 找对这些 直角三角形 然后答案都是短短的 三几行就出来 你不可能做很多的 所以你开始 你要这样观察 观察出哪一个直角三角形 到底是我要的 你一定要找出来 找不出你就做不到 给我们看例子上 它是讲一个长方体 有没有 长方体 AB是多少 12 这个BC是8 所以最半也是8 那这个DG也是8 DC也是8 CG是多少 7 高度是7 这个箱子的高度 OK 它叫我们球 CH CH CH在哪里 CH CH是哪一个 CH 这个 这个 这一个 这条线 贴住到旁边 那个面 跟ABCD ABCD 是这个下面的 这个面 这个巧克力色的 所以要找这个角度 刚刚好可以跟这个 所以这个是90度 你看 所以你就画后面那段出来 画后面那一段 后面那个直角出来 画直角三角形 一定要画 全部要标清楚 H D C 高度写一下 7 CM 因为这边7 这个就7 这个12 这个也是12 形成的角度是这个 C 所以T C 就会等于 7 除12 这样我角度 按计算计出来 就skip走咯 32.26 34.26 OK B B B C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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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的角度你就要找,这是90度来的嘛 BC,BC的角有了,这个HC的,90度角,大大格的 躺住的,有没有,就躺住 你要画出来,然后这个角度要找 画出来是这样子的 这样画,后面那一段,写一写,有没有 这个叫做CH,CB,C线 90度,有点斜斜的,但是是90度的,就是 这是我的H,这是我的C,这是我的B,然后把那些 长度全部写下去,这个8CM,HC是8CM,然后HC大,这个要找的 所以我少一边嘛,这个不懂,两个斜的不懂嘛,所以要找哪一个都可以哦 我找CH出来,找CH这边出来,找CH出来就可以做了 这个是这个,我要找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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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G,这是12,CG是7,所以我的CH可以找吗 所以我们想让这个到ここ里面的 很少,这个,这个是4CM 记得要放,所以T角度这个已经懂了,T角度是这个除这个193,所以我们可以找出来,T角度8除以,我们先写英文字哦,BC除以CH,BC是8, 刚好193,按计算计,算出来这个29.94度,我这边全部用Dangent的,方便嘛,对比0,你可以用其他边的,你可以找这边出来的, 但是,就要看你怎么找咯,B,H是这个,可以找的,可以找出来的,很多做法的,给我们看一个题,随谈练习, 这个也是一个长方体,给你AB是9,BC是7,7CM,CG高度是5CM,长方体来的哦,一个箱子这样有没有, 然后叫你找CF跟平面,GHDC那里,GHDC后面那一块,形成的角度,所以要找这个角度, 你就画这个直角三角形出来哦,这个,这是直角三角形来的,你看,直角三角形来的,盒子啊,所以盒子是这样的, 这是,FG,直角三角形来的,GC,CF, 所以,这个是我的F,FG,那么找的角度是这个,这是7,是5, 所以要找的角度是 T7除对边比零边 1.4 按计算计就可以了 按计算是54.46度 就是A的 OK,然后B来讲DF DF是这个续线这一段 以平面EF 天花板上面这一块 形成的角度 所以我要找这个写编出来 角度是这个 这个90度在里面 画出来 所以立体图你一定要感觉对啊 你感觉不到的话 你做不到了 这个是F H HF 然后拉下来这个90度是DONKEY D 这90度 这是H 这是DONKEY 这是我的F 所以斜边不懂哦 这个 所以我的HF 会等于 EH 平方 B是定理 这个90度 我可以找出这个EF出来 我可以找出这个EF出来 7平方加9平方 49加80 就是130 所以我的HF 就等于 开根号130 CM 就是 更号130 然后HT HT是高度来的 对不对 跟这个E一样高的 5 所以就可以找了 所以 DG 我的SETA 是这个角度嘛 它跟那个平面形成的角度 这个角度啊 这个SETA跟SETA没有关系啦 你可以用别的啦 你不要用SETA 也是可以 但是我针对这个图嘛 针对这个图 5 所以开根号130 所以我SETA就会等于 Tangent Inverse 再按计算机 0.4385 通常我们要取四位小数点在这 四位啊 Sin Cos Tangent 四位小数啊 然后最终的答案是两位 最少两位最终 所以这个按计算机出来是23.68 看到吗 一定要两位啊 最少 最少 最少的两位小数点 这个小数点 这边是四位的 你这边一定要四个 我们看第五个 这个也是随它练习的 OK 它讲 一致灵柱 这致灵柱是这边一样的哦 这个三角形 90度的 这两个平行哦 这两个面都是平行的 其底面的K KLQ KQL 直角三角形哦 看到直角 JKLM呢 JKLM是这个中式的一片正方形 JK是十二哦 正方形的全部十二哦 这个 LQ是5 9JQ 以平面 PQ PQ哦 这边这一块 所以我这边拉一条直线过去看 这个90度角 另外一个90度角 斜的 JQ 所以我们要找的是这个 平面 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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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平面 是这个角 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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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MQ 哦 我们要的是这个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我们要的是这个 我们要的是这一段 MQ MQ 90度角在这边 90度角在这边 这是M 这是J 这是Q 这是Q 那我们要找的角度是这个 JQ嘛 JQ 所以平面 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 这个角度 JM是高度12 这个 JM是这个嘛 12 所以我们要找出MQ出来 找MQ 画另外一个 MQ在这边 MQ 5 这个是5 这个是12 L在这边 后面 后面这一片 所以这个MQ 13 MQ 平方 会等于12 平方 加5平方 所以我的MQ 是特殊的 13 这个MQ 13 这样Dng θ就可以出了嘛 这个角度就可以出了 12 除13 所以 θ就会等于 Inverse 按计算机 42 7 1 度 所以你要找对 这些三角形要找对来 然后你才可以很短的找出答案 OK 我们就做 17.2 至6 底 就是 刚才是所有的线跟平面形成角度 接下来我们就看两个平面所形成的角度 夹角 看粒子6 一个长方体 长方体 长方体 M4 EH 的重点 M4 在这边 重点 这个图没有画 M在这边 重点来的 所以它这一段其实是一样的 以至ABG ABG F是一个正方形 这个是正方形来的 6 每一边都是6 所以这边就3 分一半就3 可能没有用到啦 不要紧 OK 然后 它讲 B C 是13 下面这个长方点是13 所以这边是13 13 这是长的 13 第一个 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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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H 这个 青色这一块 青色 青色的 和AB ABCD 藍色 青色和蓝色形成的角度 就是这个角 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角 这两个面的角 所以你可以画出来 画最外面这一块咯 最外面的直角三角形 比较容易看嘛 这是B BCH 然后这个是6 这个是13 我们要找的角度是这个 所以Dc 就会等于6 13 你这边 你这边写Sita 对不对 你的图就要画出来有Sita 有直角的 不然不可以 你考试要写完整 你发现很多人很懒惰写 那个90度角 尤其是90度角 这个按计算记出来 6除13 按Inverse tangent 那是14.78度 然后B MBA MBA MBA就是这个 这一段 C的 我再画一个C 比较好 画一个C 比较好 画一个C 先 MBA 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 三角形 MBA MBA跟平面ABGH ABGH就是旁边这一块 这一块 形成的角 形成的角 形成的角的话 你一定要 找中间的出来 找中间的出来 垂直的 中点 从M垂直到这个中点 这个中点 90度的 找到他们的夹角 然后 跟底 跟那个面 形成的 这面形成的 也是分一半 这个分一半 然后这个是 过来的 分一半 刚好垂直的 所以是一个直角 三角形 找的角 角度 是这个 到这个曲线 这条 这个角度 画出来 画中间的那个 直角三角形 90度 我给它一个名字 这个点 这点给它F' F' 中间这个 我给它A' 就是把这两个点 这样移来中间 A' 然后这个是M 原本的M 这样我们要找的角度 是这个 这段长度也是13 这高度也是6 全部6高度 所以 T' 6 13除6 要写英文字 先写F' M 除以F' A' 也可以啊 写完这个 然后就 带定其次 这样出去 诶 刚好跟上面的 跟 相反 所以我的细带 一定是90度 减这个 一定是减上面这个 24度 同一个三角形 刚才我们找这个24度 对不对 这个找出来是24度 所以另外一个角 就是 它的辅助角 来的 65.22度 65.22度 OK C 平面 ABA 就是这个曲线的 青色这个三角形里面 以面 以 CD 这一片 外面的这一片 外面这一片 形成的角度 就中间这个角啦 这个 找这个角啊 这个角 然后 要找这个角 这样这个两个角 是对应的吗 OK 内错角相等嘛 平行线 对不对 内错角 它是刚好一个 一个 长方形这样子 站起来 所以就是内错角相等 你就可以写 写出来啦 这是D' 画这个图出来 把它画出来 中间的那个 M在这边 M 中间这块过来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这90度 这90度 这个上面找的嘛 这是 A' 这是 F' 这是 D' 所以这个角度 是不是等于它 长方形 所以 这放α α 会等于 Z D'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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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4' 4' 写写答案 重要是你要看它的图 你要看出它的图形 看不出图 很辛苦的 辛苦 非常辛苦 第七 第七 我们看一下 他讲 他讲这个是一个直角三角行为 底面的直灵柱 这是平行两边 两个是平行啊 这两面 直灵柱 你把它颠倒过来看也是可以的 把它转过来 这样转过来看是一样 脏住的 那把它倒下来 OK 以致到写下来 C1 这一段 5分之1 EF 然后 B C 会等于3分之2 EF 这有关联 然后给你 AB是15 15 然后问你 求平面 A B E F 以这个 底面的形成的角度 这样我就看这个角度就好了吗 这个 这个角度 C3 画出来 直角三角形啊 永远都是要画直角三角形的 没有任何结果啊 E C 写下来 E C B BOY 这角度要走的 OK 我们就画一下 这个 E F 它给你多少 E F 就等于5倍的C1 对不对 那 假如我C1 这边给它X的话 就是 这个是X 这样我的E F 多少 5个X 5乘过去嘛 然后这边 B C 5个X 10 3分之10 3分之10 对 因为这个E F 就等于5个X 它乘进去 5X 乘进去 乘进去 3分之10 3分之10 3分之10个X OK 这个我懂了 然后这一段是15CM 所以这个5X 是不是要等于这个15 这两个是不是要相等 对吧 这个是5XCM 记得啊 长度 所以你的X是这样子 5XCM等于15CM 所以我的X等于3 这也不可以放CM啊 放CM就错了啊 绝对不可以放CM啊 没有CM啊 只有单位3M 所以X等于3的话 所以我Dng Dng这个角度就会等于 E C 看这个图啊 看这个图 E C除以V C E C是多少 4等于这个吗 3 B C呢 B C是3 除出来就10 3 Yet掉嘛 10 所以我记得啊 就会等于 找计算机 0.3 16.70 小数点两位数啊 小数点两位数 记得啊 红考 题目没有写 你一定要写两位数啊 题目有规定多少位 你就写 没有规定最少两个啊 所以这一题 有出了一个变数 它没有给你正确的长度 它用一个 一个边长跟另外一些边长连贯起来 就假设一个X给它啦 设这一段为X 这个变数穿 这个变数穿 这两个面的关系 两个平面 给我们看最后一题 最后第二题 这是一个直灵锥 锥嘛 你看它锥就是尖尖的 它给你BO是尖尖 中间这个是尖尖 然后OD 这个CD是多少 CD18 BC呢 BC是9.5 9.5弦 球平面VBC VBC是哪里 这个外面这个大大格的 斜面啊 这个斜面 以平面ABCD VBC 以平面VBC VBC是这个 嗯 这个 形成的角度 所以你要画出来哦 球平面VBC VBC ABCD ABCD是哪里 ABCD是底面来的嘛 VBCD VBCD 所以要找的是这个 VBCD 所以要找的是这个 VBCD 所以90度在这边 90度角啊 VBCD 8.2.3.3 2.4 白色 平面VBCD 跟ABCD 所形成的角度啊 所以画图出来 从这边看过去 从这边看过去也可以 从这边看过去也可以 你就画这个直角三角形出来 它没有符号你自己加 中间的高度 这是VO 我们是SET VOL是SET 然后这个 这个边我给它一个 名称 这个点 OB' 这个B 中间B' 这个是S 因为这一段一半嘛 刚好是BAR的一半 但是 所以要找的角度是这个 2 所以DZ 会等于4 除4 5除2 这个 按计算机出来多少 2 2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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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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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就是我们自己标在那个上面那个中间的图 我不要用D了 也不要用A 我要拉来中间就给它prime 这样子 所以你考试哦 同考要画图的 你除了要画这个图 侧面图 这个是从旁边看进去 给我们看最后一题 还有一题 最后第二题 随谈练习2的第一题 这是一个长12cm 框10cm 高6cm的长方体 这个是12 这个是12 这个是6 的长方体 球平面 EBC 这个青色这一面 和 蓝色 底面 形成的角度 就是这个角啦 直接了单 我当然跟你讲这个角 这个90度来的 所以我们画图 画出来 考试你一定要画这个侧面的 还有画这个90度 不会漏 不会漏 所以我再画 写下所有的英文字 点啊 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 就是C 这是12 这是6 这是6 所以Dgc 就会等于6 出12 对比0 C 就会等于Dg 0.5 26.57 26.57 B 若M为Hg 算的 Hg在那里 上面这个点 随便一个点 随便一个 M 球 MAB 所以你要画 C线出来 这样结果切 所以 MAB 只要这个点 这个 这一个翘起来的三角形 它一直跑动 这个M可以跑动 比平面ABCD ABCD在下面的 所以 你就从这边看过去 你就懂了 你这边可以画一个 垂直的 下来 跟这个6平行的 90度 然后这边可以画过来 这个是10cm 跟这个平行的 这个是10 你看 10cm 可以 这样我要找它的角度 6除10就懂了 等下 再画多一个 找到角度是这个 这个 又给它α 因为这边有Sita 给它α 所以 如果再画出来 外面的 把这个直角上画出来 就是这样子的 M 这个点 我给它D' 这个点 我给它D' 这个点 我给它D' Md' 除以A' d' 就会等于6 除10 α 就会等于D' 0.6 按计算计 30-96度 所以这一题是比较特别的 我们要画 在那个立体图那边画 我再把这个图画出来 我们看随堂练习 2 第二题 两个面的 你看看这个是正0柱 正0柱就是 两个平面 这两个平面 三角形 A B C 都是边长5cm的 都是5 全部都是5 等 等边三角形 每一边都一样 这个高是Sert 这个高是Sert 球ABF的长度 B F就是 F在这边 这个长度 这是直角 直角 你一定要懂 这是直角 每一个都 因为它是长方形 所以B F是这条 青蛇这条线 你要画出来 画这边 B F E 这是5cm 这个是Sertcm 所以B F可以找 B是定理 5更号5 然后B 平面A B F 就是这个青蛇这一块 以平面A B C A B C再一点 哦 这个底 形成的角度 所以画中间的 画中间一个出来 你可以画中间的这个 垂直的 平分 这是垂直的 平分 我再给它A' 所以画一个直角三角形出来 A C B 我写出来 A B C 然后中间这样连下来的 它高 A' A' 这是5 全部是5 所以这个一半多少 2.5 所以C A'平方 加这一半的平方 B是定理 5的平方 所以C A'平方 25-25 乘3 除10 75 除10 所以C A' 就会等于开根号 75 除10 开根号 出来 5 根号 5 12 欸! 根号3 这个 根号3 5 25 乘3 75 5 OK 我们再画另外一个 要找的这个角度 我们要找的是这个 Cita 好 只脚三角形画出来 F C F C 这是A' 这是A' 这角度 我们要找的 这是Sert 所以 Tan Zita 会等于 F C 除以 C A' F C 是Sert C A' 是5 根号3 除2 越减20 20除5 就4 更好3 66.59度 按计算计 所以我们的 立体集合图形 全部到这边结束 线跟面 还有两个面的关系 C提 是桌子线 C提做完 我们再看球体 球体就是 经纬线 经纬度 是球体 是一个地球 我们地球 找他们的距离 找 找到经纬度 地点 三个地方 Kurt 最好 的 一 一 一 五 六 二 一 四 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